好来看到花莲施工所 两年前接到一项来自海外的超级任务 七年前退休来台旅游的日本人小山正义先生 虽然花莲施工所能够协助查访亲人生前在台足迹 只有姓名以及日志时期在花莲担任巡警两条的线索 施工所透过了各个的管道以及文石工作者来协助 如愿找到了书工的殉职地 那么小山先生24号是特地来到花莲来悼念 市长魏佳燕也允诺深入调查之后 以及贺续的来协助 两年前一封来自日本穷本县的书信 委托人小山正义先生表示 熟工小山时是台湾巡警 1916年在花莲去世 当时年仅34岁 家人薪系熟工 而文石工作者黄家荣受花莲施工所委托协巡 近日有所进展 小山正义先生24日上午 由友人日本小峰出示会社社长小林翔 陪同到花莲施工所表示谢意 私の王子小山実が当时台湾巡警をしていまして 他担任巡警 それを距离现在107年前に 他34歳で亡くなっていました それが过世在花莲这个地方 那其实已经很久了 所以基本上很详细的事情 我们不是非常了解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 那我们找到他 然后我们就有所提供的族性报道 然后呢 再次再感谢就是花莲的事实上 还有工作人员 还有议事实上 各个干部就是帮助我的相关人员 黄家荣表示 只有小山石台湾巡警两条线索 协巡任务一度卡关 后来想到台北监工神社 是祭祀因公殉职的招魂社 果然在祭祀名录中发现小山石的名字 并得知熟工小山石 于1916年在花莲瑞穗吾赫 执行踏查巡视勤务 因触电而亡 他这个小山石 他并没有在台湾这边设计 是互解部分 就是透过互增系统 然后还有就是说 网路很多的资讯 其实是譬如说过去报纸等等 其实蛮不好去收集 对那可能也是 把这个事情奠记在行李 然后某一天就突然临机一来 就想说他既然是警察 那会不会就是 即使在我们的这个建工神社 对 上网去查 也刚好就上面就有他的名字出现了 这边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尤其是护正 以及我们的文史工作者黄老师 那 岂也不舍得 然后能够查到我们小山先生的所工 那其实也了解小山先生的心情 刚刚也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他也落泪了 也希望说 故人能够了解到说 在日本的家 还有在等他的一些亲人 那今天他也带了我们的 熊本县的土跟水还有米 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 熟工的地方 能够跟熟工告知 说熊本县还有家人在等他 小山正义带着家乡的米水跟盐巴 到花莲来祭祀熟工 表示家人们都没有遗忘他 待未来安葬地点 或有进一步调查进度 会带着家人再来到花莲和熟工团聚 魏家燕和黄佳蓉也允诺会继续查访 建立完成小山家人长久以来的心愿 记得蒋邦彦华律师报导